那我們打小巴可以打個8萬滴 嗯,好痛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沒有錯我還在玩RO 然後呢我等級還蠻高的呢 雖然這家代理呢被罵得蠻慘的 但是還是很多人在玩 欸糟糕這樣說是不是就借不到工商啦 有點慘 那今天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遊玩到現在的 一個刺客的一個流派的一個心得喔 玩刺客人非常多 超級多,路上隨便抓都是 但是刺客真的弱得很多 你玩不起來的話 這個角色真的會非常的弱 然後 真的很派不上用場就很邊緣 刺客就很邊緣這樣子喔 像是我們目前呢 剛好87等 那我們非常適合打這種 朽魔小小隻的傢伙 那這邊呢我們隨便打 就打了 3萬8 那 喔武器帶錯了 好,換一下武器 OK我們這邊 可以隨便砍個 6萬8的傷害 沒有錯,這是我們的全力傷害 好,目前打熊魔的一個全力傷害 6萬3 6萬3,喔剛是 剛好有增傷到吧 6萬3,差不多是這樣的感覺 那這個熊魔血量才5萬多 所以我們是可以一次秒殺 所以很好練功 這是我們後期的刺客的練功的一個怪物 沒有錯,這個玩法就是傳說中的櫻頭流 好,你只用櫻頭來打怪 櫻頭就可以比你砍個十幾下還高的傷害 那我們這邊的加點主要是以力量為主 因為我們不需要敏捷 不需要閃避 不需要攻速 我們就是大力的櫻頭一次把它解決掉就對了 他的玩法就是 櫻頭一頭一隻 好,一頭一隻沒有錯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隨便打一次一隻 那第二個附加屬性是體質 因為你要撐得住怪物的攻擊 你現在沒有閃避 那你只能撐血量跟防禦率去抵擋敵人的傷害 那一點點的智力可以幫助你的 SP恢復比較高 但是如果你的裝備夠好的話 智力是不用點到是沒有關係 那靈巧,因為這個很便宜 我們就稍微點個十,增加點命中 那我目前的傷害是 2621 目前的狀態就是只有加天字跟神威 這樣有2600的傷害 血量已經有13000了 刺客能破萬的血量其實蠻少的 那像我體質點那麼多,這樣也才13000 我們最後會需要大概達到20000滴的血量 才會比較撐得住 好,才撐得住古城之後的王啊 或是小怪的一些太多隻的話會很難打 那目前的狀態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算是中段吧 中前段沒有,還沒有很強 因為我的裝備其實並沒有很好 我們這邊的主力裝備呢是這個 神聖大鞠短劍 我們這邊其實只有加6,就是平民的裝備哦 因為這個力量你達到150的話 總共會加20%的物理傷害 所以這把的武器威力超級高超級高 那目前是最強的一把短刀 那附魔屬性也還沒有附到特別的哦 有一個敏捷加6,不能把它洗掉 如果它是力量就好了 就暫時先放著 那我還沒有去升級 如果升級完的話,這邊可以再加120 然後力量又加7 但是很貴就是了 不過呢,這個是一個終身的畢業武器哦 所以就慢慢的升級下去吧 目前我裝的是沙漠之狼 打小型怪又增加25% 我們短刀打小型怪傷害是100% 打大型怪只有50% 所以我們練功呢,主要還是打小型怪為主 那其他就很頻繁的這個 貝雷帽增加5%傷害 那這個破防用的腕輪 好,25%的破防 再來是錦身便衣 是為了增加攻擊力哦 因為這有加 總共加了 8%的攻擊力 這就三階就可以了 目前都是以這個為主哦 攻擊裝都是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博舉斗篷啦 再增加15%的破防 好,那這邊就40%的破防囉 那剩下的鞋子呢 我目前是 就是練功用的增加回復SP 然後草葉 好,增加一點SP 那我這邊有準備一些補充的套裝 這是打王用的 聖符長靴 因為可以增加自癒的效果 那我們這邊補血量 被補會比較多 好,那 這邊我都還沒有進階哦 這邊其實都該進一進階 我現在錢暫時先放著沒有用 好,就留一留 那這邊剛好送的這個 可以增加一點點治療量 增加自療量是蠻重要的哦 那裝備就是可以一直替換 總之我們最後這邊會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裝備 那戒指的話 上一次送的我抽到這個戒指 還蠻幸運的 因為這個能力加很多 好,那我這邊其實就省下一張那個 螳螂卡了 因為沒有螳螂卡的話 我本來的力量是撐不到150的哦 那這邊呢 我另外一個花戒指 增加攻擊力最簡單便宜的裝備 我這邊插了灰森林 灰森林卡算是陰頭的一個必備一張 可以減少技能的延遲 所以我們大概 1.6秒 因為有人測試過 我們最快是1.6秒可以投一次 那即使你插了兩張呢 因為它的動畫那個展現的關係 所以是沒有效的 所以我們要買一張插戒指 然後一張放卡測 可以增加一點傷害 好,那就是我目前算是很平民的裝備啦 那基本上這些都是送的哦 然後競技場的尾巴 非常的普通 那有人可能會問我們的 為什麼頭看起來不太一樣 這邊有裝飾可以換 我這邊換的是目前新開的 就是工會裡面可以換到的 頭盔 我覺得蠻好看的 我就馬上做了 而且很便宜哦 大概50萬就可以做出來了 那另外呢 其實我還準備了不同的武器 對,我這邊特別準備了 沙漠之墓 這把是專門拿來打 就是命中率 敵人迴避率有太高的話 這把命中加很多 然後又可以增加 對25%大型魔物的傷害 如果你裝備這把武器呢 你就必須要有扭卡 對,沒有錯 我們需要有一張米諾斯 米諾斯增加大型25%的傷害 我們便是為了提升破防 你可以看到我們裝備 沙漠之墓加上一張扭卡 然後另外一張扭卡 放在卡側裡面 你這邊就可以忽視物防50% 就是那個卡片上寫的洞察的效果 所以加上我們的裝備 40%這邊50% 這邊就有90%的破防了 那剩下的5% 你可以用寵物跟一些投士去加上去 最後變成100%的破防 不管敵人的防禦多少 你打他都像沒有穿衣服一樣 好,這是我們為了打大型怪 跟打M1P才會用到的一把刀 但是這把刀他的基礎傷害 其實是低那個大局短劍 非常多的 你可以來看一下我們現在的武器 能力值 面板傷害剩2000 好,原本我們剛剛是2600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只剩2085 這邊將近就差了500的面板傷害 但是我們打大型怪 還是需要那把武器會比較有用 如果兩把武器傷害一樣的話呢 沙漠之木應該打大型怪是他的兩倍的傷害 不過因為他的基礎能力很高啦 所以其實沒有到兩倍這麼誇張 可能1.5倍,1.3倍左右 那還是要看敵人的防禦力也為準哦 當然如果最後你的大局短劍非常厲害的話呢 你其實也可以去打洞 但是你需要有三張扭卡 才可以造成這個洞察的效果 你需要插兩張扭卡然後一張純卡測 但是我們沙漠之木只要一張插武器一張純卡測 就是省了一張純卡的價格哦 大概省了一千萬 但是到了後期的話 應該還是會以一把大局短劍為主哦 除非沙漠之木之後好像會變強 我們等等看之後改版會不會再變強 那我們目前是準備了兩把 是一個平民的選擇哦 那另外呢小型怪對我們來說很好練功的 還有藍鼠 藍鼠的血量是比較多一點點 不過呢我們可以附加灑水 傷害可以打五萬九 他是毒洗的 我們灑水對他有一點點的效果 大概1.25倍吧 那我們打小八可以打個八萬滴 嗯?八萬滴 嗯?好痛 光是灑水的力量我們傷害就增加非常多 打一下八萬滴 那這個盔甲是比較大隻的 欸隱形了 好這個比較大隻你看我們打起來傷害 嗯只有三萬七 我們這邊可以測試一下換這把沙漠之木 那打大型怪傷害有增加 你看到這邊可以打四萬五 好其實沒有差很多對不對 對其實還好啦 差...不多 差不會太多 但是有差 如果DM的反應率越高啦 或是他的 呃那個什麼體型大致的 還是會有差啦 還是會有差 尤其是打一些MVP的時候呢 呃那個差異性會更高 好 那我們這邊 呃小八也是可以直接 當一發解決 那很好練功 好非常的好練功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球卡 球卡他也是大型的喔 這邊打一下兩萬三 再換一下武器 兩萬三而已 那這邊呢 更換之後變成三萬一 好差了八千的傷害 那球卡對我們來說還是比較難打的 那刺客在 呃近期的改版中 其實有變強一些喔 就是呃 除了櫻桃好像有多個 一點點的傷害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的 致命荼毒 沒有錯就是這一招 他的持續時間變成40秒了 所以是可以 常駐的 原本只有20秒 只有一半的時間 現在我們 一直可以常駐增加30%的攻擊力 所以才可以看到我們刺客的傷害 是有一些提升的 然後面板傷害也可以變成2600 那這邊對刺客來說 很好練的 還有一隻叫做這個 飛行魔術 因為這也是小型怪 我們只要塗毒下去呢 就可以 可以秒殺他嗎 還不行 我們再補一下我們的 致命塗毒 這樣櫻桃下去是 五萬二 五萬二 好像差不多 好差一點點 還要再補一下普攻 好我們再普攻一下 櫻桃完普攻一下 就可以拒絕他了 最想要我記得將近六萬二折六 想要多一些些 差一點就可以秒殺他了 這邊可能要補一下料理 就可以拒絕他了 我之前是用天怒 櫻桃流的最好的方式 如果你有練牧師的話 就是有天怒 那傷害就直接兩倍上去喔 你看我們這樣小巴打八萬 那天怒下去可以打十六萬 就是這樣兩倍 直接兩倍 所以那個差異是蠻大的 那對於我們過度期沒辦法直接秒殺的話呢 也可以用天怒的方式 來讓我們打的任何怪幾乎都可以秒殺 那這個櫻桃流最後的裝備走向呢 其實差不多 這邊算是半套吧 我們戒指之後會變成強力戒指 只是那個材料我們現在都還沒有 那就是強力戒指 就力量戒指去進化 去升階升到最後 那個有加%的傷害 總之那你就是一直疊加你的傷害量 那反正就是物理傷害增加的啊 然後以後我們要做惡魔翅膀 那也是增加5% 那經典越高越好 然後裝備要插 對的武器卡 卡片真的增傷很重要 你看這體型卡就插了25%了 那裝備這把 我們之後可能會換16月夜吧 如果你是要以大局為主的話 16月夜加兩張牛卡就可以破防了 那其他裝備差不多都這樣 蝎子我們會換我們這個聖斧長靴 之後也要進階上去 那最重要的真的是 我們都要打鬥然後插隊的卡片 不過其實我們之後如果要打王的話呢 還是要根據王去換一些裝備哦 像是我們這邊可能換個禁盾 如果你是打迷幻之王一些屬性王的話呢 換個禁盾減少25%的傷害 那目前的鎧甲我是裝備武功卡 因為如果你的裝甲是毒屬性的話 各種屬性打你只有75%的傷害 好可以減少一些 不過呢其實你還是要準備四屬的鎧甲啦 如果有一些隕石啦 你可能撐不住的話 嗯還是換個火鎧會比較穩 那另外這個戈內夫鎧甲 我是打到之後 嗯啊還沒有賣掉 我就想說嗯先放著 因為它這個18加血量 加上去我的血量就15000了 好不好 血量15000的刺客哪裡找啊 不多啦 不多應該會有 一定有 已經有20000了 好不好 所以我們嗯 偶爾還是會換一下就是撐血量 看敵人的狀況 所以我們呃真的要準備超級多套裝備來隨時切換 好的 差不多就是這樣啦 最後帶大家來看一下 在這個巴風特魔潮 我們這個打起來會怎麼樣呢 四次迎頭 解決一隻小八星 好這邊星星就是特殊怪 只有在每晚的9點半才有 那 它也是唯一會掉落小八卡片的喔 其實一般的小八是不會掉卡片的喔 星星的才有喔 好不好那這個只有出現半小時 所以你才會知道那個巴風特小巴風特卡 這麼貴 那它真的 不好出現 然後它功能又這麼好 那可是我們打起來現在就是呃非常的輕鬆 四下櫻桃解決一隻 那如果你是暴擊流的話呢 我覺得還是要打很多下 好雖然你暴擊流音速撐到滿呢 你一秒可能可以打四下 但是我呃大概兩秒我可以打八萬 所以你要拼得上這櫻桃流呢 呃你的單基礎傷害可能要超級高 好你可能單下要打一萬 好對你的普通攻擊爆擊要打一萬 才能比得上這個櫻桃的傷害 所以櫻桃流來說是一個比較適合平民 然後裝備比較沒那麼好的人來玩 那如果你想要玩爆擊流的話呢 呃裝備真的要很好 卡片要很好 總之很貴 對會花比較多錢 那這個我們暫時會先用櫻桃流來玩 因為玩起來真的也是很暴力 好雖然可能沒有那麼刺客的感覺 不過拼暴力又比不上鐵匠 這就有點尷尬 那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這邊我們來嘗試一下大家很害怕的深淵騎士好了 看一下我們這樣櫻桃 按錯招 我們這樣櫻桃下去 我們現在拿的是大巨短劍 呃櫻桃三萬一 換一下 換沙木 啪啪啪啪啪 哦 五萬五 欸這個差距就有點大了有沒有 因為深淵的發力有點高 這個差距兩萬 差兩萬的傷害 好我們這樣櫻桃深淵可以打五萬五 還不錯 好這是沙木的好處了 那目前我們能打的MVP 又比上一次多的超級多了 我們這邊基本上 惡魄已經可以打了 因為我們的 呃補師神光已經裝了球卡 他可以石化小惡魔的話就可以打 那幽靈床這也很好打 這邊 呃這個還沒打過耶 海底神殿 海神應該是可以哦 換一下 風的鎧甲應該是可以 那只是要小心你的補師不要被結冰了 那這邊呢 呃其實都 都蠻好打的 這邊對我們來說都可以打 這個 蘇琳也很好打 風後 迴避有點高 但是我們裝備沙漠之木 命中率應該是夠 應該可以打 這也OK 反正不會死都很好打 那以後跟皮里恩 對物理之來說是最難打的MVP 呃他會反傷盾就比較麻煩 不過補師神光的話其實有一個強力驅散 可以把那個盾驅散掉 不過其實也只驅散個幾秒 他又會補回來 所以會比較麻煩 會煩人許多 那這個我是沒打過 這個我記得他會補血 呃傷害可能要很足夠 那這隻很好打 暗畢斯我們現在隨便打 好很好打 這隻 爾賽斯的話我記得需要防石化 因為我怕我們的補師被石化到 不過他的傷害我們倒是扛得住 陰頭刺客最好的就是 他血量夠 所以可以扛得住一些王的攻擊 那這妖精也很好打 這個法術型的好像 應該是不太行 沒有打過應該是不太行 那小嬰兒也很好打 尤其他又是小隻的 那其實酋長或是什麼獸人英雄 我們應該都扛得住 只要有暗畢的話 其實應該都扛得住 只是他們血量有點多 一個人打的話 要打很久 好沒那麼划算 那很容易被亂 對很容易被人家搶走啦 所以要打這種王還是 多一點人在一起打 會比較輕鬆喔 死靈的話我記得也不難 好我們這邊基本上 這邊到 好像都可以打欸 好我們一個人的話 這邊可以打到半龍 迷你這個 南瓜都很好打 MVP的話 大概是可以打到 酋長啦 酋長跟這個 俄賽里斯 差不多 火王其實也OK 我們 上次有試過 我看得住他的傷害 只是 之前我還沒有做 這個沙漠之母 打起來打很久 現在是應該可以單挑了 那另外的話 後面的 後面的都需要有一些坦 來躺住 會比較好打 像這個也是 魔法傷害的話 還是要換一點裝備喔 不然 就比較麻煩 差不多是這樣啦 MVP的話來說 古城的王 反而比這個中塔的王還難打 聽說這些 都不會太難打 只是血很多而已 我們只要有補師 有坦 都很好打 那這個古城會比較難 因為他有一些法術 這就比較麻煩 好這會比較難打一點點 這邊我來試打的是這個 中塔守護者 聽說 不會太難打吧 不知道 其實我沒有打過他 敲敲看 打一萬三 還可以 到底能不難打呢 我是不知道 打打看喔 看傷害好像還好 是沒有很痛 我扛得住耶 嗯 好像扛得住耶 好像不難打耶 欸欸欸欸有痛有痛有痛 他丟了什麼東西啊 範圍傷害耶 會痛會痛 我的貓快死了 我的貓我的貓 欸等等等等等等 他會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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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小心 好 那這邊其實不是刺客的權力 刺客的權力是要丟下這個 毒藥投擲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的 櫻頭五萬七 因為這個投擲下去之後 我們毒屬性的傷害對他造成 我的心盤是還沒有點到滿 好像還差兩顆吧 那傷害已經是超級高了 好記得 會翻倍吧 好 這邊我們可能要吃個料理 這邊嗑一下料理 這個魔力會不夠 魔力會不夠 MP不夠 會沉默耶 有點小煩 我的牧師一直被沉默 真的是不痛耶 打一下才1500喔 這麼好心 這隻難得他等級那麼高 但是打人起來真的是不痛 好 那 我們刺客其實是蠻好 毒 毒藥瓶的 好蠻兇的喔 這個頭一次就 花一瓶 那他只有持續30秒吧 但是我們傷害就是可以達到 六萬九 好 我們這個頭這個中塔 從路就打透六萬九耶 我就是蠻漂亮的傷害了 雖然我們的裝備還沒齊全 我們今天如果卡片再裝一張牛卡 又有增加1.25倍的傷害 哇 我這樣應該可以投到八八九萬 萌萌的感覺捏 萌萌的感覺呢 只是很貴 只是很貴 是可以買啦 只是很貴 先等他這樣加再修吧 喔他好像是會火柱攻擊喔 看他好像丟了火柱 好我們又要投毒藥了 有投一瓶 好最好他的東西要給我 掉好一點喔 不然我這邊毒藥 投了好幾瓶了捏 投了 欸這也才六 六瓶吧 差不多了耶 我真的是快打死他了 不過就是要打蠻久的啊 打挺久的 一個人打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血太多 哇哇哇這個火柱直接丟我身上喔 這過分耶 火柱直接丟我神官身上 這過分到喔 好 好差不多了吧 欸你火柱 欸這很兇 真的火柱直接砸我 好 快死了沒啊 差不多了都黃血了還不死 雲頭投下去投下去 大力投 投投投投投 差不多了吧 死了 感動 然後開獎時間 開獎時間 水晶谷附魔開獎天地夜 嗯 那神官得到了三個水晶谷 嗯 好窮啊 難怪沒人打 這邊我找到一個好場景來做結尾好了 刺客其實真的 不是這麼厲害 雖然他很帥 但是真的 比他厲害的 我覺得鐵匠目前真的是最厲害的物理職業 那再來就是法師 因為有隕石樹這個範圍速度傷害 真的實在太強了 那這遊戲基本上有彈有補師 什麼王都可以打 那剩下的基本上通常會需要法師 比較少會需要刺客 因為刺客最重要的毒呢 對這種王都是沒有效的 那刺客頂多就是打塔的時候 後面血量小怪很多 你毒下去可以一直十萬十萬一直跳 是蠻快的 不然其他的地方 呃刺客的出場率真的是比較小一點啊 尤其是刺客的星盤點滿之後呢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厲害 他沒有那一招就是可以增加能力的 像是他沒有陰頭的增傷啊 他只有減少一個零點幾秒 那延遲一點點而已 那剩下的都是毒瓶 增加毒藥的傷害 那毒藥最後最後是會比各種屬性師 威力還高一點點的 只是如果你遇到的是暗屬性的怪 或是不死啊 或是他毒屬性的 你就沒辦法塗毒了 因為傷害反而會更少 所以古城的王基本上沒辦法塗毒 那你這個毒瓶投擲就沒有效了 所以說刺客的限制其實還蠻多的 尤其我們拿了短刀 所以只能打小怪 大字怪就要換個武器 不然你就要吃體型石 不然的話 你可能可以帶個陰頭全刃 全刃的話 我覺得那陰頭是有點可惜喔 畢竟你都拿全刃了 不過來個暴擊好像說不過去 不過全刃的話 打中體型的倒是100% 那小刀只有75%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雙修啦 畢竟那個全刃增傷的技能 點一點應該是蠻厲害的 只是我覺得目前用大G 就還蠻足夠的 那只差那25%吃個小體型石 補壞就好了 好像也不用特別去做一個全刃喔 以總傷害來說呢 大G應該是會贏全刃的 不過呢武器我暫時不會再去準備 新的武器了喔 剩下就是把卡片補齊 然後裝備開動 差不多就可以邁向畢業裝了 不過大概還需要個幾千萬就是了 好啦好啦 我們最後的結尾就先到這邊結束了 我今天影片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有玩R的朋友呢 也歡迎在留言下方一起交流喔 那麼我們就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